同学们好,下面我们介绍第六章第三节,徽荡要求 那么这一节其实内容更为简单 但是考评反而更高 所以它不是根据内容简单不简单来出题 而是根据实际工作中影响大小是否常用 对吧,来出题的 那首先,工作底稿的归档 归档的性质,什么叫归档 先看它的一些背景介绍 在出局审计报告前,你要做完这些事情 主要是应,也就是必须完成所有必要的审计程序 那换句话说,审计报告之后就不能再有审计程序了 应取得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那也告诉我们,如果审计报告日后再获取证据 证据才充分适当 说明在完成审计工作前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就不能完成审计工作的 然后也得出了适当的结论 所以如果审计报告日后再得出结论 那也不适当 那由此在审计报告日后 把工作提告规整为最终的档案是一项事务性工作 什么叫事务性工作?就不是上面的工作 上面的工作叫业务性工作 叫专业性工作 就是实施程序 获取证据 形成结论 这些事情没做完 不能完成工作 那反过来说号称完成工作了 那意味着这些事情做完了 那后面的事情就不包括前面的 其实用意也是 督促你 形成结论要谨慎 没有充分的证据 不要形成结论 所以在审计报告日后 把工作提告规整为最终的档案 就不包括上面的工作 不包括上面的工作叫什么工作? 叫事务性工作 就是业务助理都懂的 都会做的工作 它不涉及实施新的审讯程序 或得出新的结论 注意 所谓事务性工作 第一 用穷局法来说 不包括前面的工作 第二 用原则来说 用逻辑来说 就是不涉及实施新的程序 也不涉及得出新的结论 以前说的是 不涉及实施新的程序 获取新的证据 得出新的结论 现在把证据那个东西去掉了 就不涉及实施新的程序 得出新的结论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会涉及到 形成新的 获取新的证据 比如原来实施了程序了 也能得出结论 但证据没来 我通过电子了 等等方式 已经获得了 那个真实情况 我可以形成结论了 那后边的话 我们可能要求 电子方式 像韩正的话 不是认为可口性低吗 对吧 我通过其他那些 程序 把它可口性 也 一当说是 也补齐了 也补够了 但是后来呢 那个原件 又给我寄回来 那你说这个原件 它也没耽误事啊 对吧 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新的证据吗 但这个结论 我早就知道了 相关程序早实施了 这是可以的 所以它为什么改 是因为 实际中有些情形 你要那么规定 它就不好做了 对吧 好 这个 我再评注了一下 倒也不是说 审计报告之后 就不能实施程序 不能得出结论 它其实给你讲的是 什么叫事务性工作 就是事务性工作 不涉及实施性的程序 不涉及得出性的结论 但有的时候 你觉得结束了 被审单位单位 又出了新的什么事了 他把报表收回去 重新编制了 那你不能说 我审计工作没完成了 他重新编报表了 我就得重新审 这不就是实施程序 获取证据了吗 但是 报告之后 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 是允许的 但是这不将事务性工作 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你助理人员 你规整工作 底稿期间 你就顺便出这个事 你自己处理了 那不可以的 这些不是事务性工作 不是你能处理的 你得告诉项目合伙人 看项目合伙人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这个不要误解 好 这个说了半天 又正面的说的话 那么审计工作这个 规档具体到底做些什么事 你作为业务助理 可能你到事务所工作 人家就让你规档 对吧 有些事务所 有些审计工作早就完成了 对吧 因为4月30号截止 所以有些事务所 有些考生同学 可能正在事务所 作为助理 在规档的 那规档 包括哪些 反正不是这些的 他不是规档 不是事务性工作 你得告诉项目合伙人 不要擅自做主张 不要擅自动手 好 规档工作 第一 删除废弃被取代的工作 提高 那已经告诉你 那是被取代 那没用了 那你得删除废弃 得碎纸机 把它碎掉 对吧 这个 不能说团成一团 就这么扔了 那 收破烂的收走了 那个那些间谍 或者是打 对被取代为的 一些信息感兴趣的人 却会把它弄走 高价买走 然后从里面研究 我跟你讲 另外对工作提高 进行分类 整理交叉 所以 这个包括 整理里面 包括什么 识别特征 也得标上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 这不是 业务类的工作 对吧 分类整理交叉 所以 不给工作提高里面 增加专业内容 只是 多一些符号 这个而已 所引号 编号 这些东西 还有 对审计大规整工作 完成核对表 签字认可 这又出了一个新名词 什么叫做 审计大规整工作 完成核对表呢 这真的有这么一个表 这个表 有的事务所简单 有些事务所复杂 可能好几页 就是一项一项的核对 比方说 管理层书面声明 是否获取了大个沟 什么什么东西 做完没做完 做完大个沟 那这样就避免 有些遗漏 有些输入 对吧 第四个呢 记录在审计报告日前 获取 与审计项目组 相关成员进行讨论 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证据 你看 这也叫事务性工作 所以你说 前面如果定义 说这个事务性工作 不涉及实施程序 不涉及获取新的审计证据 不涉及形成新的结论 那你这事儿 可就不是事务性工作了 这其实就是 获取了新的证据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不涉及 实施新的程序 得出新的结论 那应当也叫事务性工作 这就什么都干了 就是没记 那你记一下呗 对吧 在审计报告日前 我已经拿到了 相关的证据拿到了 都没登记工作 底稿呀 对吧 你记一下呗 这个比方说 韩正回想我拿到了 我与被你那位的记录 也比过了 但是可能顺手放在一兜里头 没注意 后来又发现了 对吧 那这东西按工作这个格式 对吧 登记一下呗 那证据的用途 形成结论 我已经用过了 跟你讲 与项目的主要讨论过 而且取得一致意见 干嘛来这一条呢 就是如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有争议的 那你这个记录了以后 可能形成错误的结论 因为有成员不同意 其实另外一层含义 我说罪恶之意不在酒 在什么 如果你自己就没跟别人讨论过 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压根就没跟别人讨论过 那有可能是 你意识到你原来应当获取的证据 没获取 你后来追加获取 现在把它补进去 因为这事是没别人知道的 对吧 那你跟别人讨论 而且取得一致意见 所以这事是别人知道的 有人证明你确实 在报告之前获取了 这个实施了程序 形成了结论 对吧 其实也是这么一方面制约 应当说 这不是主要的在意的地方 但是应当为你有这方面的 含义在里边了 对吧 好 这个事务性工作正面的给你列了列 然后反面也说过 不涉及什么什么东西 也说清楚了 下面我们看一个题 向来各项中 不属于在审计工作底稿 归档期间的事务性变动的 是哪一个 那应当有三个属于事务性变动 对吧 A那是删除被取代的工作底稿 这个是明明白白是有的 那个第一项就是它 B那是将在审计报告日后获取的 管从书面声明书 放入工作底稿 审计报告日后才获取的书面声明 要注意获取书面声明 它属于一个审计程序 你在审计报告日后才获取 如果审计报告日前获取了电子版的 对吧 那么日后得到了原版的 得到原件 这都未尝不可 你这干脆就书面声明 日前没获取 这就相当于实施了 现在审计程序了 这个我前面也附带讲过 一句 这个书面声明没得到的话 你这个审计报告日 是出不来的 因为审计报告日 是完成审计工作的日期 原来你书面声明都没拿到 你就把工作 审计工作完成了 那肯定不对的 C那是对审计工作 几个分类整理 都是明确要求的 是属于事务性工作 D 在审计报告日前获取 项目出现讨论 达成一致意见的证据 放入工作地稿 这当然是 也是其中一条了 就是B 不恰当 B其实不光是 不属于事务性工作 也隐含着 也暴露出来 你这个项目走 是违反准则的 问题其实更严重 接下来是归档期限 他挺爱考的 事务所应当制定 与官及时完成 最终业务档案 规整工作的政策程序 原来事务所制定 自己的程序 但是事务所制定 你要服从国家的 大的要求 我们的准则实际上 是一个统一要求的 事务所制定的话 你只能在我的统一要求之内 比方说 这个准则规定 如完成审计工作 归档期限为审计报告 日后60天内 你的事务所 你可以规定 比方说是 8周内 对吧 8周 7、8、56 可以啊 有些事务所规定 在6周内 可以啊 但是你不能规定 比如在10周内 那你可能是70天的 啊 这并不见得统一60天 但是呢 你只能在60天内 啊 如果未能完成审计业务 那就没有审计报告日 那就是 业务终止日 你不是终止了吗 对吧 从终止日后 60天内要归档 还有 如果对同一客户的 啊 同一财务信息 执行了不同的委或业务 出具两个或多个 不同的报告 那各自分别归整为最终档案 呃 比如说 接受委托对于某某公司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出去审计报告 同时 也接受一些股东的呃 委托 对某某方面执行商店程序 也要出去商店程序报告 对吧 那其实对象都是相同的 那么 如果要出不同的报告 你要各规各的当 这个说的很清楚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下来有关审计工作地告 归档期限的说法 正确的是 我们先看A选项 他说 注册怪事应当自财务报表 批准日期60天内 把审计工作地告归档 好 看看他在事务所这么规定行不行 是不是满足审计报告日后 60天内 财务报表批准日期60天内 是不是没有超过 审计报告日后60天内 这个规定 注意 财务报表如果没批准 审计工作是没完成的 因为报表没批准 意味着报表可能还要再做修改 那意味着报表都还没编完 你怎么可能审完呢 所以应当说报表批准日是早于审计报告日 顶多那是同一天 至少不会晚 那这60天 我早到从早 早先的这个日期开始算60天 肯定满足后面这个日期 起的60天 所以如果真的是财务报表批准日期60天内 一定是满足审计报告批准日期60天的 所以没有违反这个规定 但是 国家规定的审计报告归档日是这么说的吗 他问的是审计工作这个归档期限 他其实想问的是准则规定的期限 他就是审计报告日后60天 你这个做法尽管满足准则 没有违反准则 比准则要求可能还要早 那准则也不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这种题不能讲理 一讲理你就输了 对吧 这就跟我前面给大家举过的一些交通的例子一样 对吧 这个 比如说为了防止汽车互相碰撞 所以路上是有那些分道线的 那线是不能随便压的 有的时候我就我一个车在路上开 也没有别人车 我压下时间又怎么样 这你在讲理是吧 这是不能讲理的 为了防止那些事 他做了一个规定 没有执行这规定就叫犯法 而不是说出了那个事才叫犯法 对吧 所以你这不符合人家准则的规定 尽管你其实做得更好 但你要说我这事务所这么规定 那应当没什么毛病 你国家规定60天 我这规定6天 那也不算错 没有事务所这么规定的 B选项说 如果针对同一财务报表 这个数据两分日期相近的这个审计报告 日期不一样吧 相近不就不一样吧 一个早一个晚 应当在较早的审计报告日后60天 人家审计工作就要回当 应当 一说成应当就麻烦了 应当就是规定 规定不是这样说的 规定就各自在各自的审计报告日后60天 你搞这个必须在前面那个报告日后60天 是吧 所以注意应当就是该靠法规 法规不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错了 所以不能讲理 谁说如果住在国家是未能完成审计业务 应当自审计业务终止之后 60天的工作提告归当 这是原话 对的 第一 住在国家应当自财务报表 报出日期60天的把工作提告归当 这首先第一应当不是这么说的 第二你要这么做 就违反了报告日后60天了 因为报出日可能晚于审计报告日 审计报告日报名审完了 审完了以后他什么时候往外报 他可能还有一周或者半个月 所以你那个日期在后 从那个日期往后60天 那很可能就超过审计报告日后60天 所以这个不要说不能讲理 就让你讲理你也输了 这是违反规定的 对吧 所以这个题有意思吧 这个题回头来看 应当两个字是非常要紧的 应当就是靠规定 你就不要讲理 这叫做题的一些规则 对吧 你懂得相关知识 你还能讲一大堆笔 但是你做题做书了 做题按照做题的游戏规则走 好 这个选项是C 接下来第三部分叫规档后的变动 规档后的变动呢 好几年没考 这个 但是这个过去呢 考的也是蛮厉害的 规档后为什么要变动 变动什么 变动工作底搞 对吧 有两个主要情形 法规规定的 那不是这两个情形的 不能变动 第一 这一块是实施到必要的审计程序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得出了恰当的结论 但工作底搞 记录不充分 就是无论是具备指线记录 对吧 这应当也属于事务性工作 因为程序也做了 证据也有了 就是登个季 其实就这意思 对吧 这个是可以变动的 第二个 涉及到专业性工作了 审计报告日后 发现例外情况 什么叫例外情况 咱们再说 要求实施新的 或者追加审计程序 导致制度会形成新的结论 这一下就不是事务性工作了 听得出来吧 所以不是说 报告日后就不能做 这个专业性工作 是这种事 它不属于事务性的 不是你助理人员 自己能够处理的 要告诉项目合伙人的 这个意思 那什么叫例外情况 什么例外情况下 才能导致专业性工作 对吧 什么叫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是指 审计报告日后 发现与一审 财务信息相关 并且在审计报告日 已经存在的事实 如果这个 审计报告日 先知道这些事实 可能影响审计报告 这话呢 估计都听不懂 对吧 这实际上是第18章 第二节才讲的 但是这地方就有了 这就是咱们的审计教材 所以我们同学们 自己看了 看了就不明白了 对吧 18章第二节 讲期后事件 第二第三期后 审计报告日后 因为第一期后 规定的是 财务报表日 到审计报告日 第二期后 是审计报告日 到财务报表报出日 然后财务报告 财务报表报出日以后 就是第三期后了 所以他这说是 审计报告日后 自然是第二第三期后 都审完了 以为审完了 但是 却发现 审计报告日前 已经存在的事实 就是第一期后 已经存在的事实 第18章第二章 会讲到 要是第一期后的话 住在外市要主动审 审不出来 那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审计工作没结束 所以查不出来 就是你的责任 审计报告日 是审计工作结束的日期 对吧 那审计报告日前 作为第一期后 当然审计工作没结束 那查不出来 不怨你怨谁啊 所以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事实 但是当时不知道 那不知道它影响报告吗 如果影响报告 对了 那就要实施审计程序 否则你的报告就错了 跟你讲 如果不影响报告 那就算了 就这意思 那我们设想 在审计报告日前 也就是辈子年度的 四年的年初 上年有个销售 本年搞这个销售退回 什么时候退回的 第一期后退回的 那这就叫审计报告日前 已存在的事实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一旦有效 或退回 我就要实施程序呢 只要退回上年的 那得看 这个如果审计报告日前 或之该事实 会不会影响审计报告 比如退回一个 小计划的销售 它并不影响业绩 对吧 九牛一毛都不到 就算了呗 对吧 而且在重要性之内 对吧 也不引起盈亏的变化 那就算了呗 对吧 你审计了怎么样 报告是无保留还是无保留呀 但是 如果 就这笔销售退回发生后 上年的销售 可能就会大幅下降 因为它退回了一个大额的 而且上年其他销售 可能都是亏损的 都是赔本转腰喝 就这个销售 它导致上年盈利 现在一退回 所以上年报表显示的盈利 其实是亏损 那如此天翻地覆的事情 那你说我在审计报告日前 知道这件事情 它是亏损报表 它表现出来是盈利 反映出来是盈利 这不是骗报表使用者吗 那得给它来个否定一件 但你当时没看到这个事情 现在看到了 那当然得审啊 这不审怎么行啊 对吧 好 就这两种情形 一个例外情况 一个是指欠记录 两个情况 指欠记录的话 可以说事务性工作 另外情况的话 那应该是业务性工作 好 这是可以变动的 允许变动 在完成最终 实际档案规整工作后 如果发现有必要 修改现有的实际工作 或增加新的工作 提高的话 无论修改或增加的程序 性质如何 都应该记录下来实际 注意 完成规整工作后 都归了档了 你要改档案 你可 这个不是小事情 但是出现另外情况了 你早就要归了档了 他那里暴露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不得不 应对这个例外情况 那也不能不变动啊 对吧 但是 这时候的变动 一定要小心谨慎 因为很可能是 完成工作后 意识到自己 没有遵循审计 的规定 然后修改档案 掩饰自己的工作失误 这可就是犯罪的 跟你讲 所以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增加工作提高 修改工作提高 上面不是两种原因吗 对吧 不管哪种原因 你都要 记录项列事项 第一 修改或者增加 是你工作提高的具体理由 为什么要增加 防止你无缘无故的增加 另外 修改不能是一个人 修改或者增加工作提高的 时间和人员 以及复合的时间和人员 注意 通常情况下 我编这张工作提高 我是不需要写理由的 有什么理由要写啊 为什么编工作提高 因为我在审计呗 我在旅行审计职责呗 法会要求 点点滴滴都要记录啊 我当然要编 所以不需要写理由 对吧 但是 归档之后 再增加 不管什么原因 你都要写理由 这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制约你 擅自增加 擅自修改 对吧 下面看一个简答题的事项 说 A住的怪事在审计工作 提高归档后 归档后 受到管理层寄回的书面声明的远见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错了 倒也不见得错 因为原来可能是 你看他后面写的 以归档的传真见合的一致 说明原来是电子方式 收到的一个书面声明 电子方式 可靠性弱一些 但并不见得去不可靠 而且如果采取一定的措施之后呢 电子方式也是可以得到 认可的可靠性的一个证据的 是不是 他说与原来的传真见合并以致后 直接归入到审计档 这个不见得说原来 我没有获取书面声明 我就完成了 不能这么说 但是 这叫考试技巧 他说直接将其归入审计档 来到直接两个字 那审计考试 如果来到直接两个字 往往 就是给你迈出一破绽 你那分就在这儿呢 当然也有些地方是直接怎么怎么样 比方说 第九章会讲到 在审这个营业收入的时候 销售收入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需要任何证据 直接先假定 收入确认存在 舞弊导致的重大超过风险 那就是直接 那个直接就是对的 所以不能说只要是直接就错了 但是 审计中 要求直接就怎么怎么样 很少很少 所以凡是考试题出现直接的 往往卖了一个关子 卖了一个破绽 就是隐含着 这地方有该做的工作 没做直接卖过去了 直接做了 那你就想一想呗 对吧 一看到直接你就要好好想一下 对吧 这个合罪以后 这不是增加新的工作提稿吗 无论什么原因增加 或者修改 一定要写理由 以及增加修改的人员 负荷的人员 时间等等 你写了吗 合罪以后 直接塞进去了 这肯定不行啊 对吧 这违反法规啊 所以错了 所以不恰当啊 应当对于记录 应当记录这个 以归当的神经工作 提稿的修改 或增加的那些理由 等等吧 各种答法都有 什么复合的时间 什么编制的人员 复合的时间等等 都要写上什么啥 他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 所以你指出他错的 那个地点呢 很多的 那个理由很多的 接下来是保存期限 这个赫然 百分之八十 这么高 保存期限 有什么学问 没有 你看看 三个规定 第一 如果完成了 审计业务 那你就有审计报告日了 一定有的 从审计报告日起 对工作的地方 至少保存十年 至少保存十年 你不能低于十年 你愿意保存十五年 也不算错 如果未能完成 审计业务 那你一定有终止 从终止中起 保存十年 另外 在完成最终 使你当然在 规整工作后 注意 都规档了 是不是啊 你那十年 还没到的话 不一定在规定 保管 之前借满钱 删除废弃 任何性质的工作 任何两个字很厉害呀 只要归了档了 那十年还没满 任何工作地稿 都不能删除 废弃 比如说里边 有一张草稿 原来本来 就一张废弃的 一张碎纸 就碎掉的 但是当时工作抽薪 结果夹在档案里边 归了档了 那也不能拿走 他说了 是任何性质的工作地稿 你也不能抽走 既然归了档了 就跟我们考试 你这个电脑上考试 是不是啊 考完了 一回车 交了券了 提交了 商务那里头 有一个地方 对吧 这个这个 我身份证号码填错了 说把它打开 让我从填下 那绝对不可能跟你讲 谁打开 谁犯法 好 这地方就这么严厉 不要讲理 这是规定 那因为 那些舞弊也好 或者违反规定也好 注册会的责任性不强也好 出事就出在这 所以考得特别厉害 我们下面看一个题 在把贾公司2021年度 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抵搞归档后 21年度 22年年初 可能已经归了档了 对吧 注册会计师 直系贾公司将于22年7月 清算并注销 哎呦 审完了 对吧 要注销公司都不复存在了 那7月份就要注销 都没了公司了 他的工作提高 还要保存10年吗 哎呀 他认为 无需保留 与假公司相关的审计档案 你公司都不在了 是吧 就决定销毁 那你错了 人家规定10年 你保管够了吗 差一天都不行 不要跟我讲 那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不能讲理 规定就是规定 对吧 讲理你也讲不过 他这么规定 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个不恰当 事务所应当自使 你包括人 起序工作提高 保存至少10年 或者回答说 在规定期间借满钱 你还没借满吧 是吧 不应当删除废弃 任何性质工作提高 结果你把整套工作提高 全删除废弃了 对吧 所以这个 不可以的 我们下面都讲讲理说 为什么公司都不在了 还把工作提高 保存这干嘛 至少要监管你 调阅工作 你原来怎么查的 咱跟这公司无关 对吧 我这行业主管查查 你怎么做的 对吧 我给你查过 你以前10年的 最后你销毁了 我怎么查呀 有可能你是违规审计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讲理你也讲不过 更何况 根本不给你讲理的机会 好 到这呢 这个咱们 第三节讲完 第六章 当然也就讲完了 这一章 纯粹都是实际应用 实际应用 这期我们提回了一把 职业资格考试 第六章是职业资格考试 如果有刚刚毕业的同学 本科 硕士博士同学 可能觉得 哎呀 这根本没什么学问 对职业资格考试 不是你在大学里边 那种考试 当然也不意味着 他们有理论 他的理论 比大学的理论还要深 包括风险 评估风险应对等等 对吧 非常科学的 好了 第六章就讲到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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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